加拿大造船业工种 一旦您收到机票 无论是跨省红章还是卑诗省资格证书 您都将被认定为您所在行业的熟练专业人员 一名船舶装配工 布置和制造金属结构部件如板材、舱壁和框架 并将其支撑在船体内的适当位置 以便锚接或焊接 根据图纸或模板使用画线和手工工具 在金属上布置部件的位置 定位和标记参照线 例如中心线、臀部线和框架线 在Rigger的协助下 在船体中定位零件 使用千斤顶、螺丝扣、夹子、蝎子和锤 将零件彼此对齐 标记要钻孔的位置 并安装临时紧固件 以将零件固定到位 以便焊接或锚接 安装填料、垫圈、衬垫、结构附件和构件 如门、舱口、支架和夹子 可以为制造非标准零件 准备模板 在永久焊接之前 可将家具和支架定位焊接到位 可使用车间机械 如板材卷取机 压力机、折弯制动器和折弯机对板材 横梁和其他重金属零件进行卷取 折弯、法兰、切割和成型 两名汉工 至少30-30个月的焊接经验 任何记录在岸的培训课程 通过Quag、Small、Faco所有位置票 在所有位置展示合理的烧手技能 在所有位置展示合理的气袍熟练程度 以及双方未来共同同意的任何其他标准 三名锁鞠躬 锁鞠躬负责使用缆绳 脚车、网和其他锁鞠的适当组合 在码头和海军船只之间移动重物 他们负责为运输的每批货物 确定适当的物流技术和暂停点 锁鞠躬必须能够制造锁鞠 包括吊锁和网 并且必须是经验丰富的起重机操作员 锁鞠躬经常处理码头缆绳 以协助船只靠驳和下船 四名对接人员 对接工作人员负责将所有块 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 他们将绘制所有图纸 并确保SPMT和支撑块处于正确位置 所有木块在放下之前 必须进行射击和整平 以便其他工作人员能够安全地使用 码头工作人员还将所有驳船 拖船和游艇调离水面并降落到陆地上 以便所有行业完成工作 对接船员还确保所有拴在VC码头的拖船 驳船和游艇都已固定 对接船员还负责同步升降机的80%维护 以及码头和浮筒的维修 对接人员还从其他场地的气块装置中取出气块 将其从陆地转移到舶船上 并将其带回VC 然后将其从舶船转移到陆地 五名油漆工 喷砂工 使用喷枪和喷砂设备对容器进行喷漆和喷砂 使用溶剂、水、抹布、刷子、气动钢丝刷和碎锤清除设备上的油脂 污垢、干燥混凝土、旧油漆和铁锈 使用气动喷砂设备清洁并准备表面进行喷漆 使用纸张和胶带保护未涂漆的表面 如窗户和装饰 根据规范在车辆上刻字和其他识别信息 使用油漆刷对喷枪无法触及的区域进行喷漆 拆卸油漆和喷砂设备 并使用溶剂、钢丝刷和干布清洁设备 执行一般劳动职责 清扫、动力清洗容器、清洗水箱等六五台 脚手架搭设和拆除脚手架 为施工中或维修中的船舶提供工作平台和扶手 七加入者 海上细木工是指熟悉船舶内部安装的人员 如细木工舱壁面板 面板轨道、天花板、厨房设备、户位 储物柜、桌子和任何其他船舶家具 安装或协助安装和或建造舱壁 天花板、门和装饰键、窗户、栏杆 五金键和任何其他相关施工活动 安装或协助安装隔间地板 天花板或内外墙的隔热层 以高效、安全的方式使用工具和设备进行日常活动 安装或协助嵌缝窗户、门、洗手盆、马桶和淋浴组件 安装或协助安装隔间的粘合剂、瓷砖和地毯 审查隔间蓝图和草图系统以协助施工 八仓库管理员、工人 仓库管理员负责装运和接收 在各行业要求时分配供应品 跟踪钢材库存并在需要时分配供应品 造船厂工人在造船和修理行业提供各种服务 包括清理造船厂 材料交付为船舶上的特定工作做好准备 准备船舶表面执行防火值班和景眼值班 以及根据需要协助其他造船厂工人和行业